原标题 奎迪 英雄在起内地热影史太龙 成就奎迪传奇全王奎迪 面临种种新挑战苏胡娱乐训 好莱坞励志电影奎迪 英雄在起 已于1月4日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奎迪英雄在起 在延续洛奇时代的同时 也完美延续该系列的口碑该片 讲述了天才型拳手奎迪 在事业巅峰期 意外接到 来自素底德拉格父子的挑战 并成父辈永不言计的精神 奎迪依然地接受了挑战 在经历失败与成功的起起落落后 奎迪终于迎来属于他的光辉时刻 洛奇作为洛奇系列的翻外奎迪英雄在起 不可避免地被拿来与系列影片做比较 相较之下 该片加入了更多让人触动的温情元素 作为一部励志电影 情感与人物的刻画 却十分扎实 风盈奎迪在事业的冲击与家庭的权衡中艰难挣扎 让人体会到成功的背后 必定是充满崎岖与抉择的道路 影片最后二十奎迪之女 有先天性听力残疾 让人感到很无奈 确议很生活 使得不少观众泪洒现场 而片中 奎迪与洛奇一世一有的感情 也处理得非常细腻 让观众几多哽咽 原来比亲信更感人的 是对彼此绝对的信任 奎迪妻子在人物关系的描绘上 该片 并未对人物角色进行直接的正邪划分 这也造就了 时尚最令人心疼的反派德拉格父子 由弗罗里安穆特鲁饰演的维克托德拉格 在成长中得不到母亲的支持与父亲的关爱 心中极度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 由杜弗隆格尔饰演的伊凡德拉格 为复仇而来 倾其一生 只想让儿子完成自己未完成的夙愿 然而当他们意识到 人生不只有输赢 终于不再执着于胜负 当扔出白毛巾的那一刻 也使得影片的核心精神陡然升华 该情节呼应了 诺奇四十个三十三年的经典之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